作词 李宗盛 你要好好地珍惜哦 心情好是真温柔 谁都没有你beautiful Oh baby 心情不好是头一面 一点面子都不给留 谁让你咱们试下两口 牙齿暖暖不碰舌头 老头老头你最牛 去哪里就能往哪儿走 谁让咱们试笑两口 有我你就不用愁 听你的话不问理由 只需说yes不需说no 好吧 约个时间我们办手续吧 我不想这么偷偷拉拉下去 明天十点 明正拒见 喂 喂 凯旋啊 我是威威 晚上到我家来吃饭吧 好 再见啊 凯旋 你来了 快进来呀 怎么连一束花都没有啊 我长这么大 我连春晓都没送过画 那你也从来没有和于春晓以外的女人 共享过烛光晚餐吧 我 没关系 慢慢来 来 进去啊 凯旋 我们一会儿喝这个酒怎么样 那个 我不是来这儿吃饭的 那你是 那你是 你想我了是吗 你每次都这样 一想到我呢 就要请我吃饭 那个 葳葳葳 葳葳 其实呢 有好一段时间 我的一些行为有些不多 给你造成一些误会 所以我这次 是准备来给你道歉的 误会 误会 什么误会啊 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 咱俩在医院的时候 你问过我 你是我什么人 我当时也没说 其实我一直在问自己 你是我什么人 可能曾经有一度 我都默认了和你的关系 对 我甚至觉得 觉得我和你在一起 比于春小合适 那当然了 其实于春小 根本就不适合你的 你还记得当时 第一次在男人上上班的时候 我看到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知道了 凯旋 从大学的时候 我就开始关注你了 这么多年了 你喜欢什么 不喜欢什么 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你的 是 你都很清楚 有的时候我觉得 你比我自己 还要清楚我自己 我跟你待在一起 吃饭聊天 都很舒服 可是 可是那不是喜欢 更不是爱 你胡说 你明明就是喜欢我的呀 凯旋 如果你怕失去强强的话 我们可以和春小打官司 要不然 我可以给你生一个 生两个也没问题的 行了 你别闹了 葳葳 葳葳 我告诉你 我说的都是心里话 够了 碰盖玄 你不要再自己欺骗自己了好不好 你和春小 是不会幸福的 更何况你们两个 马上就要离婚了呀 可是我们并没有离婚啊 可是于春小现在恨死你了 你们回不去的 好 葳葳 回得去回不去 那都是我自己的事 那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 跟你也没有关系 不关以前我做了什么不该做的 对不起 以后 我们以后不要再联系了 快选 甭凯旋 你给我回来 快选 你回来啊 凯旋 你回来啊 凯旋 你回来啊 凯旋 你没画呢 化妆有什么好的你说 我就喜欢不化妆的你 再说了 你化完之后医生也得给你擦 行喝啊 催什么催呀 我没跟你开玩笑 这化妆品里含拱含茜的 对胎儿不好嘛 滚 滚 哪来快哪呆着去 我跟你说啊 化妆品对身体特别不好 别化了啊 你 根据综合的观察 你的身体要完成生育 是很危险的 那主要问题是在哪儿 心脏 作为高龄产妇 你的血压偏高 在生产的过程当中 会对心脏产生很大的负担 危险系数有多大 最好现在就做迎产手术 他是问您危险系数有多大 私留开吧 这是按照以前类似的病例估计 我劝你趁着还小 赶快把孩子拿掉 你迟到了 没 就算了 就 就是路上不太好走 靳九 你没开车来啊 这么快就送人了 你别瞎说了 这都什么时候了 咱们下午再来吧 一块吃个饭 不用了 我拿了号了 等一会儿吧 应该快到了 耽误不了你 太长时间的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好像搞得生死离别似的 我要你一句话 这孩子不要了 你不是一直都想要个孩子吗 毕竟还有百分之六十的成功率 你能保证这百分之四十没事吗 一旦出事你就没命了 只要你站在我身边 只要你站在我身边 娜娜 这不是玩浪漫的时候 你不能拿生命去赌博呀 我特别想为你生这个孩子 宁嬷嬷 虽然还触摸不到她 但是能感觉到她的存在啊 不行 绝对不行 走 我们现在就去做手术 回家 听话 你听你说这话 多么像在跟咱们孩子说呀 我一听你说这话 我就更想生了 求救你了 娜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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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娜 听话 我累了 回家吧 我们怀了孩子的父母呢 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我们怀了孩子的父母呢 师父 麻烦您把声音机关一下 我下边就有评书了 我天天都得听这个 我求求您您能听我一下吗 您能把声音机关一下吗 得得得得 我关 我关 多么做有氧运动 和终于营养 怎么这么多人啊 你拿的几号我看一下 你就这么迫不及待了吗 你就这么迫不及待了吗 下一个 二零十八号 我们到了 走吧 天哪 天哪 你说 你 是我生命中的骄傲 怎么 没有了 找不着了 我刚刚不是给你了吗 不是 我 你们俩还办不办呢 后面还排着队呢 要不 明 明天再领吧 不了 我们今天办 把号给我 刚才我给弄丢了 那没办法了 没有号 我怎么知道 你们是不是排了队的 就是 我都在这里等了半天了 而且我要是插队 后面的人肯定该说了呀 那就不好说了 按照规矩 我们得看着号签才能办 是 可是我 好不容易下决心 才来这一次 这里谁都不是一天 来好几次的呀 是是是 您说得太对了 要不咱们明天再来吧 这还用你说 我明天一早就来 谢谢您啊 没关系 下一个 2009号 我妈当年生我的时候 就犹豫过 要还是不要 我爸带着我妈去医院 都要做了 医生说 孩子大了 不好做了 就错过生吧 就是这么一念之差 要不然啊 你现在指不定跟着谁呢 这世界上 就没我这个人了 我告诉你啊 你现在说什么都没用 我不能让你冒这个血 你明白吗 哎呀 你放心 现在医学发达着呢 不会让一个产妇 死在产床上的 你说什么呢你 赶紧摸摸他 摸 呗咱家 呗呗呗呗呗呗 准了吧 这孩子不想成不了力吗 是有说废话 咋变呀 先进去再说啊 听得没有 那 那个 那 彭凯旋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故意的吧 这婚 你到底是离还是不离啊 没什么意思啊 我就是想 离婚这么大的事 我觉得 咱们还是冷静冷静 还冷静什么呀 张薇薇都已经听你说明白了 我要是再这么站着毛孔不拉时 我自己都瞧不起我自己 不是 张薇薇她 她到底说明白什么了 再说了 你 你也不能用这么恶心的话 好赖你还是个大编剧呢 我算什么编剧啊 我写的哪有你们演的精彩啊 你这边装好男人 他那边就跟我多摊牌 我 现在因为你们的事情 我一个字都写不出来 人家都要跟我解约了 这回你满意了 他 摊什么牌啊 我和你 于春小 如果你真的是因为他 你才跟我离得婚 那咱俩就应该好好谈谈 如果不是因为他 我们就更应该好好地过了 于春小 这么多年 我是有很多对不住你的地方 但你也想一想 你就什么都做得那么对吗 你为了咱们这个家 做了很多 我知道 我也讲理 你为了我 也为了你自己 咱 不要那么草率行不行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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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知道不知道 我的 我是鼓了多大的勇气 才走到这儿来的 好了好了好了 宝贝 对不起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以后咱们好好过 宝贝 来电话了来电话了 来 那个 春晓 你赶紧过来 过来看看待那儿吧 怎么了 快点 一辈子没有孩子 固然会很痛苦 作为女人可能不完整 但是要是为此失去了生命 那就太不值当了 生物界有很多物种 都是在生完他们的后代之后 默默地死去 都是以生命为代价 创造出新的生命啊 可是你知道刘栋 是多么地爱你吗 所以我一定要为他生个孩子啊 我真羡慕 你和刘栋两个人 能彼此这么深爱 你们的手续办了吗 你们的手续办了吗 我 该怎么办 进了民政局大厅都没办成手续啊 这就说明你们这婚离不了 春晓 听我的没错 不管离不离得了 把一切想说的 不想说的都说出来 就算最后还是没有办法挽回 至少老的时候你也不会后悔啊 本来是我过来劝你的 反倒让你劝我了 都说我这辈子 甩不掉你这个脱油瓶啦 见到你我心里踏实多了 你还记得吗 那个时候啊 我们在杂志社 我还劝你不要那么早要孩子呢 现在我连追都追不上了 你如果生个女孩就好了 这样我们家强强 正好追她 差三岁是男女黄金比例吗 行 我一定生个女孩 我们去接尝尝吧 去接尝尝吧 老公 你回来了 看什么呢 老婆 我看 原病也没管用吧 快 你先坐 快坐 老婆 我跟你说啊 以前呢 都是我听你的 这回你听我一回 行不行 既然都灌出我这臭毛病了 那就灌到底吧 那你得比我活的时间长才行啊 听我跟你说 其实啊 我也真的没想要这个孩子 是不是 你说养个孩子多烦呀 你看那小强 来两天还挺喜欢 这第三天啊 又给我烦的 我都想抽的 真的 你说有了孩子 你这一枚女花价 体型也变了 心态也变了 而且还拖累你的事业 这心里多烦的慌 可是我想要 刘洞 你别闹了 你撒谎一点都不像 我没撒谎 我是说真的 我现在真的不喜欢孩子 刘洞 我是不想让你受伤害 我是不想让你受伤害 我想跟你 我想跟你快开心心过一辈子 有了他 我们才能更好的过一辈子 孩子在我肚子里 我有权利让他来到这个世界 可是 什么都别说了 就说你陪着我 行吗 我陪着你 你说什么 孩子被接走了 谁接的 不就是您吗 你胡说什么呢 我跟你说 我老婆今天一天都跟我在一起 我们又不是孙悟空 还能使分身术来接孩子 是真的 跟你一样的头发 然后衣服也差不多 还戴一大墨镜 你看清了吗 看清楚了 好 好 谢谢你啊 谢谢 不客气 别着急啊 我打个电话 这么久 你别咱们 关机了 联系不上 这样这样 你别担心别担心 我们现在就找他 走 开玄 你来干什么 不是 我们想 春小 春小 你干什么 春小 春小 我跟你说 开玄 我就知道你会回来 春小 你说过 你最在乎的就是你的家庭 你的老婆和你的儿子了 你看 现在都在了 你就把我当成一位春小 还有强强 强强坐在里面睡觉 这就是你的家呀 张薇薇 你疯了吧 春小 我跟你说 她现在情绪有点激动 有点神经质 你别刺激他 那你快想想办法 行行行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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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担心 那个 薇薇啊 其实今天我们来这儿的目的 就是向你赔礼道歉来了 因为上次我来这儿说了很多话 实在是对不起 其实于春小哪能跟你比啊 他长得那么难看 是吧 我喜欢这个家 这个家我每次来都觉得特别舒服 好 这样吧 我们吃饭吧 好啊 看我给你准备的烛光晚餐 那个 强强在哪儿呢 抱过来一起吃吧 好不好 强强已经吃过了 她现在睡得正香呢 张薇薇 你别装神弄鬼了 你这叫绑架 你信不信 我现在就报警抓你 我们一家三口吃饭 你说饭哪门子法了 倒是你 于春小 你不要得寸进尺 难道我上次跟你说的话 你不明白吗 凯旋已经不要你了 你干吗死赖着不走啊 不是 你说什么了 你到底跟春小胡说什么了 我 我没有胡说啊 我 我只是说了 你想说 又不敢说的话 凯旋 我知道 我知道你心里只喜欢我一个 可 可就是因为这个女人 你才不敢和我在一起的 行了 张薇薇 你行了吧 我告诉你 我不喜欢你 我心里喜欢的是春小 我心里面只有春小一个人 你胡说 你要是不喜欢我 你要是不喜欢我 你 你怎么会对我那么好呢 你忘了 你为我受伤 为我打架 你还说 我比于春小成熟懂事 你说我比他了解你 明白你心里想的是什么呀 凯旋 你还说 你还说和我在一起的时候 最轻松 最舒坦了呀 你忘了 你还说 如果当初娶的是我 说不定现在会更开心 更快乐呀 还有 你每次一个人的时候 初娶想起来的 都是我呀 凯旋 你忘了吗 你忘了吗 我不管你现在 到底是真风还是假风 你赶紧把强强还给我 不然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我警告了 现在没有人 能从我身边 把彭凯旋给抢走 抢抢不行 你也不行 哎呀 够了 张薇薇 你看看你现在 变成什么样子了 我现在的样子 不就是你喜欢的样子吗 凯旋 为了你 就算让我再去整一次容 换成他这个样子 我也愿意的 凯旋 你说好不好 好不好 我告诉你 无论你变成什么样子 你都不是愚蠢小 我不会喜欢你的 不可能 你看看我 你好好地看看我 你不要再欺骗你自己了 好不好 张薇薇 你冷静一点 我再跟你说一遍 你变不成他的样子 我真的不喜欢你 不可能 你明明知道 他心里把你当成另外一个人 难道你也愿意吗 你何苦这么为难你自己呢 是你 是你一直在为难我 你们两个 你们两个一起在折磨我 你知道我当年出国的时候 我已经对你彻底死心了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会再一次遇见你啊 你 你不喜欢我 你为什么要对我那么好啊 你不想和我在一起 你为什么要对我说出那些话呢 彭开轩 你知道我是怎么一次次的在失望与希望中挣扎过来的吗 彭开轩 这都是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啊 我恨你 我 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 你把刀放下 你要干什么 卫卫 你冷静点 把刀放下 如果你真的有什么冤屈 你可以冲我来 不要伤害我的家人 你放过他们 凯旋 你还是关心我的对吗 你还是想和我在一起的对吗 卫卫 我知道有些事是我做的不对 请你原谅我 可是你要知道 在我心里 没有谁能替代强强 和春晓的地位 你这样吧 如果你不解恨 你就朝我这儿炸 我要是眨一下眼睛 我就不算个男人 但是 开轩 请你放过我的家人 炸吧 你 你别过来 来呀 你别逼我 来呀 你 只要你 能放过他们 你 你 来呀 你别以为我不敢 薇薇 我告诉你 我对不起你 是我犯了很多错 让你误会了我 可是我告诉你 没人能取代春晓 在我心里的位置 我不可能喜欢你 你不应是张薇薇 不是于春晓 不是于春晓 什么啊 彭凯旋 你算什么不应该问我吗 张薇薇 这件事确实是彭凯旋的错 彭凯旋 她的确做了混蛋的事情 所以 你是想打她还是骂她 想怎么出气都行 我到底算什么 我只是想问问你 你为她这么做 值得吗 你说得对 你说得对 真的不值啊 尝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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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宝 宝宝宝宝 强江 强江 儿子 强江 找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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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哭了 强江 儿子 强江 好好好 好 儿子 儿子 不哭啊 不哭不哭 我们出去吧 来 你老是跟我说 张薇薇她说的是不是真的 你真的说过那些话吗 不是 老婆你看我 我说了那么多话 我都记不住了 你这个大坏蛋 是 你这是在跟我消极抵抗吗 你千万别以为你这样 我就没有办法了 我这不是消极抵抗 我确实想明白了 我这件事情 做得确实挺混蛋的 你做的混蛋事 又何止这一件呢 是 老婆 其实这么长时间委屈你了 我知道我这个人 有很多的缺点 你比如说 我有大男子主义 我虚荣心强 我又看不得我老婆比我强 不过经过好长时间的思考 我终于明白了 其实两口子过日子吧 不能是一方牺牲 来换取另外一方的满足 两个人应该携手并进 互相理解 携手并进 共创辉煌 这些话是谁教给你的呀 我这不是忽然顿悟了吗 怎么可能啊 其实张薇薇 咱不提这篇了好吗 其实我 也没有真的相信 你和张薇薇有什么事情 是是 我就知道我老婆最信任我了 是吧 因为除了我呀 没有人能忍辱负重地伺候你 更何况你们俩就算真狗合了 不超过两天你就会被扫地出门 不是 这怎么能叫狗合呢 老婆你都是大腕级的编剧了 你还说这么不文明的词啊 是吧 哎呀 哎呀 干嘛呀 亲一下 不要啊 哎呀亲一下嘛 我不要了 你要不要休息会儿 医生说运动运动好 你不让刘栋来陪你做产检 是不是怕他担心啊 他呀就是神经兮兮的 哎 怎么了 好 哎呀不行我坐下歇会儿吧 哦 快坐下 牛博城和白羽杰的婚礼 我这个样子恐怕是去不了了 我觉得呀 我觉得呀 你这个孩子真是个小福星 你看 他又出生了 这喜事也跟着来了 我的第一部电影啊 也要开机了 要不干脆给他取个小名 叫小福吧 喂 我儿媳妇可不能叫这么土的名字 嗯 我上强强的时候 你办了个个人画展 现在你生孩子的时候 我的第一部电影也要开机了 咱俩还真是有缘分 哎呦 这话可别让彭凯旋听见啊 促性大着呢 咱俩啊 就算是解不开的孽缘 娜娜你上辈子 一定是欠了我很多很多的钱 所以呀 这辈子你都得陪着我 知道吗 这话 又该轮到我们家刘栋吃醋了 哎 你回来了 我这里有两场戏因为急事改 所以没时间做饭 你就叫个外卖吃吧 好 来来来 陈日 先把这个吃了 点不点吧 我这就做饭 老公 你怎么会做这个的 这太简单了 只要一看书就会了 这个既简单又好做 最适合你边写边喝了 谢谢老公 老公 你愿不愿意给我点意见 你 你让我看啊 当然喽 我一直都想你能做我的第一个读者 我 我想第一时间听到你的意见 哎 我 我哪改啊 再说我这 看不太懂 这 就算是再着急啊 好 也有时间让我老公审查 嗯 嗯 嗯 那我真看了啊 嗯 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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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来喽 红枣莲子羹 哎 别别别别别画了 别画了啊 赶紧把营养补充了 将来咱们孩子出生了 每天拿着妈亲手给她画的画 看书写字 那还不威风死了 把其他孩子都比下去 是啊 从小就教孩子爱慕虚荣 嗯 再说呢 这孩子的营养还不是老公每天 辛勤劳动给你提供的呀 嗯 知道你有功劳啊 以后会跟孩子着心表扬表扬你的 是 再给我来一个 怎么了 孩子又提你了 又提你了 宝宝 别再提妈妈了啊 乖 没事吧 怎么了这是 孩子更能要出来见你了 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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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 说什么咱们 不吃什么咱们 又 particles 你把咱们 都掉了 抬起来 我 我就开玩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坤 你好 怎么样 挺好看的 你今天真漂亮 谢谢 你说我要不要再换一件衣服 这样可以了 我真诚的期待 精神不分开 只想 用我的疼爱 张医生 病人心率突然下降 宣养监测不到 马上去念照需要 好 好的 来 跳一下 给野奶 我们爱一辈子好不好 做彼此最真实的依靠 你的宽容我多默许 你好 怎么样了 我老婆生了吗 男孩还是女孩 你是产妇家属吗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你老婆在生产过程中心脏出现异常 可能会出现生命危险 你是保大人还是保孩子 我 请你马上决定 我保大人 在这儿签字吧 老公 你快过来看看 我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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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心还给我 同名电影开机 美女编剧唱谈婚后生活 老婆你看 你越来越漂亮了 你越来越高充 我看你越来越来越好 你越来越高兴 我看你越来越好 你越来越厉害了 你越好 你越来越来越好 你越来越好 我越来越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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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我們 牵上手 愛情來的 是時候 都說我是大美妞 你要好好的珍惜哦 心情好是真溫柔 誰都沒有你漂亮 故事講完了 但生活還要繼續 我不知道今後的路會是什麼樣 但那又有什麼關係呢 只要我們還在一起 就是最大的幸福 我們在雨裡相識 一起從夢中醒來 我們在雨裡相識 你 你是我的真愛 我真誠的期待 今生不分開 只想 只想 用我的疼愛 抚平 你心裡的悲哀 有 溫柔的情緩 溫柔的潛 多么需要 看身边的你 慢慢变老 我们爱一辈子 好不好 你是我生命中的骄傲